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与病人通话或视讯就发病假单 一诊所遭卫生部调查 习近平 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已旧换新 台路委会 主管机关就网红事件与检政府交涉 埃菲尔铁塔因罢工关闭第五天 太缓刑局 达姓假释期间可担任政治职务 请大家收看 美与病人通话或视讯就发病假单 一诊所遭卫生部调查 联合早报 习近平 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已旧换新 联合早报 习近平指出 要推动物流行业转型升级 加强智能化、自动化和信息化建设 提高物流运输效率和服务质量 同时 要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物流网络覆盖率和运输效能 推动物流发展与城市建设、产业转移和农村发展相衔接 习近平还强调 要加强物流服务监管 推进物流市场化、法治化改革 促进公平竞争和规范发展 保障物流市场的公平、公正和有序 最后 习近平强调 要加强对物流行业的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 提高物流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推动物流行业的发展与人才储备相协调 台陆委会、主管机关就网红事件与检政府交涉 联合早报 根据台湾陆委会的公布 台湾方面正在与柬埔寨地方政府进行交涉 以处理台湾网红拍造假影片的问题 陆委会副主委詹志宏表示 不管违法行为发生在哪里 都是不被接受的 这是世人的共识 他还表示 台湾将近代交涉结果再进行后续处理 中国大陆驻柬埔寨大使馆也提醒中国同胞 在柬埔寨要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不从事不法行为 埃菲尔铁塔因罢工关闭第五天 联合早报 总结 巴黎著名旅游景点埃菲尔铁塔因为职人罢工 已经关闭了五天 铁塔运营商ICTE建议持有门票的游客 查看官网或延后参观 并表示持票人将获得补偿 工会批评 SETE的商业模式夸大了未来游客数量 低估了维修和维护成本 工会还抱怨市政府向铁塔运营商收取的租赁费太高 削减了维护工作的资金 为解决问题 SETE计划将门票价格上调20% 泰缓刑局 达信假释期间可担任政治职务 联合早报 泰国缓刑局表示 前首相他信可以在假释期间担任政治职务和提供建议 缓刑局副局长蒙特里表示 缓刑局并不禁止他信担任董事会成员或组织政治顾问等职务 这符合缓刑局鼓励刑满出狱者重新融入社会的政策 但他信必须符合任何有意认命他的组织所规定的资格 这一决定在达信获得假释后引发了争议 一些反对党议员质疑他信的健康状况是否严重 以及是否符合假释的标准 而司法部长则强调 达信获得假释是符合法律标准的 进驻太平洋 中国警员在基里巴斯执行任务 联合早报 中国制服警员已经进驻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 参与社区警务和犯罪数据库项目 基里巴斯尚未公开宣布与中国达成警务合作协议 但官员透露中国警察代表团正在提供协助 包括社区警务和武术计划 并为犯罪数据库提供援助 目前中美在太平洋地区争夺岛国支持 达成新的安全关系 中国正在寻求扩大对海外华人的影响力 警察在国外可以提供有用的情报和控制 澳大利亚政府也在满足基里巴斯的安全需求 捐赠巡逻艇并资助警局基建 卷风吹瓜万龙市郊 卷走屋顶吹倒民宅 联合早报 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双木丹县发生了一起卷风事件 造成数十人受伤和严重破坏 印尼国家研究创新署称 这是印尼首次发生龙卷风 而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则认为是类似龙卷风的阵风卷 目击者表示 卷风城深色 许多民众惊慌失措 厂房和民宅被掀翻倒塌 至少33人受伤 欧洲会联手应对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洪流吗?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根据彭博社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 欧洲主要汽车制造商大众 雷诺和Stellantis正在考虑与竞争对手合作 以生产成本效益更高的电动汽车 这是为了应对来自中国竞争对手和特斯拉公司 带来的生存威胁 这些汽车制造商意识到 未能适应竞争的要求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并强调该行业需要进行范式转变 监管压力和财务后果 使得欧洲汽车行业高管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如汇集发展资源和汇集跨境业务 然而 电动汽车销量的意外放缓 使得这些努力可能还不够 欧洲汽车行业需要重新调整其战略 欧洲汽车行业面临的不利因素 包括政府激励措施的减弱 维修成本的上升 以及消费者对气候政策的不满 欧盟即将实施的排放规定 可能会对未能达到标准的制造商 处以巨额罚款 与此同时 中国制造商提供更好 更便宜的电动汽车型号 进一步加大了欧洲汽车制造商的压力 由于欧洲汽车工业 在就业和经济方面的重要性 未能制定可行的替代计划 将对整个行业造成系统性破坏的风险 欧洲的潜在变化 正在引发美国的共鸣 通用汽车和福特 正在减少对电动汽车的投资 并探索合作伙伴关系 这显示出 这一行业挑战的全球影响 欧洲汽车制造商的最后手段 可能是呼吁更多的贸易和监管保护 随着欧盟逐步淘汰传统汽车的计划 电动汽车制造商准备在欧洲议会选举后 进行协调一致的游说努力 与此同时 欧盟委员会正在调查 中国对电动汽车行业的支持 这可能导致征收额外关税 明显存在的紧张氛围 使得2024年成为欧洲汽车行业 面临的关键转折点 各大汽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 正在采取观望态度 这些审议的结果将塑造欧洲汽车行业 应对电动时代挑战的未来格局 内坦亚胡首次正式提出加沙战后计划 联合早报 总结 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提出了加沙战后的计划 根据计划 以色列将保持对约旦以西所有领土的安全控制 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内坦亚胡表示反对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 主张通过双方直接谈判 达成解决方案 他还提出加沙地带的中期目标是去军事化和去激进化 但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 这份计划已经提交给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 并将进行讨论 根据加沙卫生部的数据 自以哈冲突爆发以来 至少有29514名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丧生 二手交易平台 停卖泰勒斯演唱会门票 联合早报 新加坡的多品类二手交易平台旋转拍卖 Carazzo决定停止卖家在平台上出售泰勒斯新加坡演唱会门票 以防止诈骗案件发生 泰勒斯将于3月初在新加坡举办演唱会 门票一票难求 许多海外观众也在尝试抢票 旋转拍卖决定采取特别行动 将停止售卖门票 并删除平台上现有的相关商品信息 除了新加坡 旋转拍卖的其他五个市场也将采取同样的行动 虽然多数门票的商品信息都是由正品卖家发布的 但考虑到泰勒斯巡演的特殊性 旋转拍卖决定出手整顿平台 并与警方密切合作 旋转拍卖将通过人工智能和人工审核来辨认门票的商品信息 并删除他们 平台也鼓励用户举报相关商品信息 关于放弃西非法郎电论 开始与布吉纳法索、玛丽、尼日尔开辟新道路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自7月30日尼日尔政变以来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内部的裂痕愈演愈烈 三个国家宣布退出更大的萨赫勒国家联盟AES 因为该集团在政变后对他们实施了制裁 此外 尼日尔总统表示 他们可能放弃使用法国殖民制度遗留下来的货币西非法郎CFA 在整个大陆 对继续使用CFA的批评正在增加 然而 这三个国家关于改变货币的意愿似乎并不同意 CFA的支持者表示 与欧元挂钩是对抗通胀的有用缓冲 但批评者认为 CFA对非洲国家并不是一种有利的货币或体系 他们指出 使用CFA的国家并未取得应有的发展 此外 非洲金融共同体与欧元挂钩对非洲产油国不利 因为大宗商品以美元定价和交易 因此 越来越多的西非国家呼吁放弃CFA并建立新的货币 尽管对CFA的改革或放弃的呼声越来越高 但实际的改变并不容易 西非金共体的一些改革已经开始 但没有引起主流社会的注意 尼日尔似乎走上了最激进的路线 面对西非金共体的制裁 该国削减了国家预算 并遇到了外债问题 尽管存在分歧 但希望通过改变货币来团结西非国家的愿望是共同的 然而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解决政治 经济和社会等多个方面的问题 并且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企图向囚犯索贿于13万元 前高级预警长判监三年两周 联合早报 新加坡一名前 高级预警长因企图向一名重刑犯索取汇金 被判入于三年两周 被告向这名重刑犯提出要求转换牢房 并声称可以帮助他 但要对方借钱给他或给他钱作为酬劳 被告共计八次向这名囚犯索取了13万3千元 控方指出 被告没有其他理由向囚犯提供手机和银行账户信息 因此他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索贿会成功 此外 被告还被指控 缩使其他监狱官非法进入监狱系统 截取囚犯资料 被告可能会提出上诉 目前以1万5千元保释在外 龙宝宝大批报道 中国龙年生育率将迎来小高峰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龙年春节假期结束后 许多地区的医院报告 新生人数明显增加 预计今年将再次迎来龙年生育小高峰 过去的龙年2012年 中国全年出生人口达到1973万人 是本世纪最多的一年 中国政府对新生的期望 源自于人口下滑和老龄化问题 中国人口竟减少208万人 这是自2021年实施三胎政策以来连续第二年人口减少 中国的人口问题不仅是数字变化 还有结构的转变 快速的老龄化可能导致经济和社会的衰退 然而 专家指出 生肖对于出生人口变化的影响相对较小 真正提高青年的婚育意愿 需要建立健全的生育政策支持体系 调查显示 不想要龙宝宝的人数超过想要者的四倍之多 不少网民抒发了对现状的不满和疑虑 四川宜宾落马官员 受贿买彩票于1600万人民币 联合早报 四川宜宾市纪委监委通报了五起大额购财 网络赌博典型问题 其中包括宜宾市落马处级干部何涛的案例 据通报 何涛利用职务便利 以借款为名多次索要和收受贿赂购买彩票 累计投入1600余万元 何涛被指责丧失理想信念 背弃初心使命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并涉嫌受贿犯罪 根据决定 何涛被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违继违法所得被收缴 并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查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美官员 对华出口禁令不会扩大至传统晶片 联合早报 美国商务部表示 他们不打算将对北京出口禁令扩大到传统晶片 该部门的官员表示 对传统晶片的调查 旨在了解半导体产业并确保供应链的弹性 他们表示 对半导体的控制范围将尽可能缩小 以确保禁令只针对国家安全威胁 而非其他问题 这一表态 对于中国在传统晶片领域的扩张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美国对华出口晶片的限制措施仍在继续 并且引起了关注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